最后的话这个问卷调查结果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因为我以为说大部分同学来学这个 来这个学这个课程应该都会有点基础 那看起来九成的同学是就是入门的程度 没关系,反正如果你今天听完我这场课程分享 如果你觉得哪些部分你不太熟,你就是再补强一下吧 如果你刚刚讲的内容你不太熟,你不要说你会用e-sale e-sale真的很好用,但是很多人根本没有发挥到他应该有的水准 所以也许再花一点时间 另外e-sale里面倒有几个,其实有四成同学猜对了 大概250几个,而且不断增加 你们最需要的哪一些,你看看基本函数 所以如果你基本函数不太熟,我建议真的要花时间好好学会 但是因为大数据的关系,现在这些基本函数已经还不及其了 那为什么会想要来参与 也是一样工作上技能需求,大数据分析的趋势 还有对论文有帮助,我想应该统计分析论文应该会用到非常多 有数据分析表当然更是重点 大部分同学都是学校网站知道的 如果说你有留意没有信箱,我今天也会把那个录影 把它直接寄到你的信箱 最后的话我们把它做个Ending 所以最后的话我如果要绘制出刚刚的结果的话 其实在讲义里面有提到,我们可以画个直条图 直条图因为我们的资料还有就是不同的年龄层 所以它会有总共有四个年龄层 所以会有四个直条图在不同的类别里面 当然如果说你把它颠倒放的话 那底下呈现出来,底下的Excel那就会变成年龄了 所以他看你要怎么呈现,看哪个为主哪个为辅 然后或者你筛选如果多个条件,那会多一个性别 OK,其实就可以呈现出很多样的结果啦 这应该已经够了 而且你会发现有些资料说真的 大数据就是保障啦 但我会发现很多就像金矿一样 如果你不会掏金的话说真的啦 即便是金三银三,对你来说其实都没有用 OK,所以会懂得利用这一些枢纽分析做大数据分析 其实是相当重要的 而且目前大数据分析里面最简单的方法啦 其实就这个嘛,而且视觉话说真的 如果你假设要用别的工具来做,像python也可以做 可是跟各位讲哦,那些全部都要写程式 也就是你每个滑鼠,像我们数据分析 用拖拉就可以完成 但是在python里面每一个地方都要写程式 那当然如果假设啦,你不是一个本来就有程式基础的人来说啦 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但是如果啦,你可以按照,就慢慢一步一步来 至少如果你要学成,就是像python的程式之前 或者像R之前,我是建议啦 你可以先学枢纽分析,枢纽分析表 为什么?因为它非常的直觉 而且相对简单 那如果你这些概念都有的话 你再去学那些程式,你会比较能够听得懂 而且比较知道该怎么做 因为那些看不到画面 但是这看得到,比较直觉 所以你假设啦,你这些会的话 再去学那个,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一些些 其他的话就是再把新的工作表移动过来 然后最后就呈现出来 其他就是做一些相关的,像字型的设定 那字型的设定的话也蛮简单的 如果你要做字型设定,你就点选这个上面 点它一下,这个横向的所有字就可以让你放大缩小 你这边可以放大,也可以缩小 那也可以换颜色,这边其实都可以修改 另外这边也是一样可以做一个格式的设定 那这个地方的话,功能的话 各位可以在这个Excel里面稍微找一下 包含格式,包含这个设定部分 也可以在稍微在这个我们的功能里面找找看 所以刚刚设定这个地方,点它 然后你可以设定比如说出体字15号大小 然后这个红色的字型 OK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图表的标题,至于放哪里 那因为我这个画面 其实这个截图是2010的 那如果你新的版本 像我现在用的新的版本 它放的位置又不一样 比如说我今天要针对这一个资料做相关设定 它已经移动到哪里? 移动到图表设计里面的新增图表项目 那比如说你要针对这个标题做设定的话 其中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叫什么? 图表标题,有没有? 如果你希望它放在里面的话,那你可以设定 比如说我想要把图表题做变化的话 那你可以在图表标题这边哦 它现在是在图表上方 可是如果我希望把它放在这个图里面的话 那你选择图表,有没有? 至终重叠 那如果你不要标题的话,就5 它就不见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是可以变动的 那至于其他的标签还有哪一些? 像这个叫图例 所以由上往下看 如果你图例假如预设是没有的,有没有? 如果你要让它显示在上面的话 那你可以选这个上,它就出现了 OK 那其他还有就是里面的这些框线 这个叫坐标轴 所以你可以看到坐标轴里面的隔线 这边有隔线嘛 那如果我要水平跟垂直 应该是水平跟垂直如果都有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画隔线 这样就有隔线了 看你要怎么设定 OK 那再往下的话 其他就是底下看要不要换颜色 如果要的话 那你可以再到这个新增项目里面再找找看 有没有哪一些 甚至说你可以再加趋势线 有点像是做一个 这个 比如说你线性的预测 可以做一个预测图 做一个回归分析的 也就是说它里面内建就帮你函数 帮你做回归分析 OK 因为这个其实不是折线图 所以加这个其实没意义 好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的部分给做出来了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后面有个练习题 那请各位 因为今天时间不是很充分 所以后面有个练习题 你们可以试着再想想看 如果我想要知道说男性性别对于那个杂志类喜好有没有差异 那如果想要了解女性大专程度以上 最喜欢买哪一类杂志 还有呢大专以上月收入3万以上 最喜欢哪一类的设计类杂志 那当然请各位也许可以用枢纽分析表 稍微分析一下 底下有一些参考 提供给各位 那今天的话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最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提出的 OK 同学问到 这边的话就是直接 理论上当然不写程式也OK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只有那个录制聚集 有讲到程式其他都不用 所以其实如果不行 等下 OK 所以刚刚有听到声音吗 刚刚同学问的问题 其实不一定要写程式 写程式只是让你的效率增加 可以让就是你一整天的事情 就是执行一个程式就全部完成了 但是呢 如果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没关系 可以从慢慢累积 然后慢慢就去分析 程式该如何撰写 但是短时间内应该没有办法达成 不过你可以设定一个目标 我想应该你如果这个目标慢慢把该学的学会的话 我想很多地方应该会进入加进的 OK 因为时间好像也超过两分钟了 所以最后的话呢 如果还有问题呢 我今天我会把影片转档放到YouTube上去 所以如果你们还有问题 也可以到YouTube下方留言 然后我会看到留言 我也马上回复啦 OK 好 那今天的分享 我想也就先到这里 OK 好 那感谢大家的参与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